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地券商就认为下调MLF的吸口 并非是对症下药来刺激经济 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内地探入第二季 多个主要经济数据表现都远差过预期 官媒继续为放松货币政策发表文章 经济日报引述经济学家分析指出 内地货币政策由搞好跨周期调节 转到逆周期调节 释放更加积极的讯号 认为未来几个月 减息机会较大 最早本周四中期借贷便利MLF 存在5至10个点子的下调空间 有分析认为 避免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相信当局减息幅度有限 有内地券商认为下调MLF-C 并非对症下调刺激经济 所以没必要减 身外宏圆指人民币汇率尚未完全稳定 减MLF和贷款利率或触发短期资金外流 加剧贬值压力 所以不是好时机 中京公司也指出 新发放按揭贷款利率 以降至历史低位 融资成本不是经济的核心矛盾 更重要的是以财政 基建和房地产政策 稳定市场预期 而且本轮减存款利率 旨在降低银行负债成本 下调MLF利率必要性不高 而且同时我们也看到 野村方面也是预期 人行有望本个月就开始减借贷利率 并且指人行行长易刚一再强调 调整逆周期政策 降低借贷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意味着人行短期内会推动刺激措施 易刚言论也是进一步加强了野村 对六个月中将会MLF及LPR利率下降 0.1里的一个信心 面对这样的一番减息和政策 我们要请教杨总了 就今年市场反应来看 似乎挽救不到大家的信心 表现还是比较平淡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信息 您觉得是说市场过于冷静 还是说实质上对于市场 还是说对这样的消息并不感冒呢 确实我们今天看到消息之后 还就是整个周末 基本上大家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其实就像申万宏远讲的 他对我们目前的经济 确实不是对中下药 不是针间对卖忙 我们现在只要降一点利率 大家都开始 我要去贷款了 现在实际上我从银行拿到钱 就所有中小企业实体经济我拿到钱 我都不知道投到哪里去 因为我们的预期收益率非常之低 我们投到实体里面 大家对经济后期的展望非常之弱 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投资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 就即便有降息降准这一系列措施 它一定是一套组合权 你单权出手是没有用的 另外一支权是什么 要靠财政政策对吧 你货币政策出手了 财政政策也出来 就像申万讲的 第一房地产 能不能救一救 今天又有小多人说三支箭要出来了 第二就是你这个基点 对吧 财政支出你要起来 就是你要花钱这边 然后有钱花 你这个市场才能正向流动起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目前是困扰 我们市场整个向上涨的 一个最大阻力 短期来讲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政府这个管理部门 它有这个动这个两只手一起组合权 这个抑郁 所以市场还是蛮低迷的 是 所以就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来探讨 就是说现在这个环境 大家都知道 最近一方面外围一方面 大家在等着美联储的 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决议 而在内地方面 大家就是在等政策 所以您觉得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 A股港股这么疲弱的情况之下 包括经济方面 数据也不理想的情况之下 看不到有太多动作出来 您觉得说是中央觉得 没有能力出动作 还是不想出动作 还是不知道该往哪出动作 您觉得哪种情况更多些 那肯定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出动作 对吧 大家还是要相信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的 我们的货币政策的调整 包括逆周期的也好 包括顺周期的也好 我们财政政策调整的经历 尤其是央行 它的工具 这个口袋 这个工具箱非常之丰富 它想调整 它可以 它也有这个工具去做了 对吧 马拉夫也好 其他的这种 我们的发债的空间 它可以专门设一个 发债的这个线 其实非常之多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 政府觉得我们没有到这个点面 我们现在应该去调整 为什么 我们现在大家知道 我们是跟美国 经济周期是反的 美国在加息 我们在降息 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利息倒挂了 美国是四年级 对吧 我们是三不到 所以你会看到以前 都是大家热钱往中国跑 因为存钱利息很高 你这个一年 你就不要说中票 这种五点几的收益 你就存个活期 就是三点几 就是一年定期 那美国是 基本上是零左右 二点五这种 所以现在人家到四了 就钱肯定往回流 所以人民币汇率 你会发现 其实压力特别大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降 其实大可不必 对吧 搞得我们人民币汇率特别大 你降了之后 经济也没有拉动起来 它何必要降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投石温路 这个政策说 我少放一点点利好政策 看看有没有用 就是整个我们这个 我们叫reopen 这个整个疫情之后再复苏 起来没有 自身能力有没有 我也发点钱 发现没有可能三四几种 我们真的是要大多扣服 有一些这个财政方面的 一些措施来举措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 这个国内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决定力 对经济的一个动力 还是非常之强的 是 那您刚才也说 现在这个政策方面 大家有点收着的感觉 那您觉得现在市场最期待 或什么样的政策 能够令到市场信心一下回复 真的像过去四万亿 八万亿这样的水 公布出来呢 才能给到市场信心呢 还是说一点小文小会 或者一点趋势性的 一个苗头一出来 都能够让大家 市场重新兴奋起来 您觉得哪一块 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可能 我们最先看到的一些契机呢 当然我们特别期待的 还是房地产 因为它的就是 这个弹性是最高的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两三年积累了 非常大的这种 就是这个坑啊 就是大家去填一填 然后整个房地产 这个信心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带到上下游 就是上游啊 这个比如说盐材料啊 有色啊 然后下游 包括家电啊 这个竞工端 包括到地方政府 债务方面 对对 现在你以前对方丈夫 这个我们这个土地财政 现在已经失效了 地方没有钱对吧 所以如果在地产方面 我们能有一点点利夺 就是这个对资本市场的 信心是很大的 你说其他这种四万亿啊 我觉得这个概率 是非常之低的 因为我们曾经六年以来 其实吸取了非常大的教训 就不管是我们 就是包括美国也一样 我们当时就是这种 十几年前这种天亮的 一个发货币 靠货币政策来 抹平这个经济周期 然后让它迅速起来之后 其实我们现在这种高通胀 都是在为十几年的政策 买单而已 对吧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我们不会去重蹈的覆辙 那其实大概率 我们还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我们确实房地产 如果能带动的话 就带动一下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弹性是最高的 也是最容易一点的 是看监管想不想做的 所以这个杨总说 确实有道理 就结合到上周市场表现方面 明显内房股是跑赢大势的 也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真的要把内房着手 来当做一个解决 经济问题的一个工具 但是现在来看 您又说了 可能中央对于一些政策方面 还是比较收着 有点头时问路的感觉 经济可能还要再等一次 二次探底 那如果按照这么一个逻辑来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即便大家现在吵内房 可能是死猫谈一谈 那么大家还是要迎接 经济二次探底之后 带来的一个市场 可能出现一个更负面的反应 有这个可能 现在我们确实就是大家知道 我们政策出来 它要三个月以后 我们才能在数据里面看到 那大家老百姓 我们在读新闻的时候 读数据的时候 也是三个月之后 所以现在有政策 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股市可能谈一谈 后续我们有经济数据支撑 包括我们的这个宏观的 社会的这个经济数据 包括上市公司的 它的一个 比如说半年报的一些数据 其实都是有一定延后性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市场 现在即便是有反弹 可能相对来讲 这个周期的时间 都还是比较短的 那如果说像内房股来说 上周升得不错 那么今天看到的 也是这个大市方面 是有在升 但是内房股方面 我们来看一个 688今天的股价 还是一个相对 整体比较平稳一个状态 那您觉得说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内房股上周炒了一波了 那现在的投资者 是应该可以说 跟一跟势头 内房反弹行情还没结束 再跟一波 还是说您觉得差不多 有了一定的水位 应该及时只赚 这个其实虽然说 大家反弹了 大部分赚钱的人 还是非常是少的 就在上一次最低点的时候 买这个进场的人 还是比较少的 耗牢极多了 基本上都是这个 成本还是居高不下的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 市场还是非常淡静的 大家从最近的成交量 来讲也看 尤其是房地产 就是基本上大的这个机构 基本上吃汤几乎为零 看不到他们的这个身影 所以整体来说 这波反弹 真的是要 大家要看到 这个不见兔子不撒婴 就你政策出来 你再来得及 你都可以去赶一下 所以大家就是现金为王 大家不用着急 咱们不要去做左侧 这个时候 如果政策等不来 其实有可能了 真的有可能等不来 是 就不要跑在太前面 与其到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局面 中央肯定要出手了 可能未必是如我们所愿 那我们来看一看 大市方面的一个表现情况好了 今天来看到市场方面 还是早断一个 相对弱势的一个格局 但是下午回来之后 是有跌转升 目前也是升幅 微微的是只有 大概10点左右 是微升0.05%的水平 暴在19400点 而其实看到在这个今年以来 目前横止 基本上还是要维持一个跌势 今年至今仍要跌2% 表面上看好像不温不火 但是你对比外围 已经输了非常多了 包括在消息面上 大家除了说 像在等待内地方面 会不会有政策的一个注意之外 另外就是看外围 美联储方面的议息 那会不会对这个货币政策 又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些指引出来 也是大家关注一个要点 那么现在19400点 似乎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 那问一下杨总 对于后市方面的展望判断 怎么看呢 现金为王 我建议大家还是先拿着现金 因为真的看不清楚 就是这个礼拜 美国降息或者加息 降息肯定没那么快 就是他这个不管是停止加息 还是说就真的是25个BP 对市场的冲击不大 最关键的还是他会后 跟记者会 他说什么 传递什么信号 这个其实对市场是有变数的 那对于中国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是 要面对这个冷酷的现实 我们确实是经济不好 政策不想发力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处于一个非常 这个疲惫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这个场外资金 你想进场是没有吸引力的 没有赚钱效应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拉动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你至少要三根阳线改变信仰 现在一根阳线都拉不起来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看到指数 好像跌得不多两个点 但是你看这个分行业差别很大 众特估掌了非常多 AI涨了非常多 其他的消费 基本上顶点是什么 就是1月2号 又看到这个年内最高点 就是1月2号 所以基本上我们 已经跌了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难的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点数这样的方面 现在19,400点 如果你要对比年内的低位 18,000多点的话 还有1000多点距离 您觉得说看到今年年内的低位 有机会再往下跌跌 跌穿到18,000以下吗 还是有机会的 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确实觉得有两个点 就是一个是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 人民币汇率其实整体来讲 我们之前是没有预测到的 那因为最近就是经济疲弱 其实汇率指的是什么 汇率代表的就是 背后你经济体它的一个实力 美国 美国为什么涨 因为这个大家觉得 经济还是不错的嘛 韧性很高 国内这个经济确实不太好 所以汇率没有那么强 所以这个就导致 汇率如果有压力的话 它有一个螺旋效应 大家会继续赎回 所以对港国是蛮大冲击的 是 所以真的是19,000有可能会碳到18,000 但是按您之前 记得还跟您聊了观点 对于人民币方面的忧虑 当时我们也是说 人民币这样的一路的一个下跌 包括在外贸方面 似乎对这个美元结算的 这个外汇收入的减少 您觉得似乎并不是一个 大家需要担心的因素 因为大家是觉得 中央想把这个人民币结算 推得越来越广的话 你美元的这样的收入 其实或者对美元的 这样的一个会加变动 大家已经不care了 但现在来从资本市场上 大家还是会觉得 你即便说 可能在那些外汇结算方面 你没有这样的忧虑 但是其实作为这个资本价值 投资者来说 现今还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下跌 有一定的神圣情绪在 所以您觉得 这样的一个人民币的下跌趋势 中央会有一个底线吗 那现在刚才我们 从新闻片段里也看到 大家觉得说 好像现在的这样一个下跌 是中央完全不care 或者是不担心的一个格局 那是不是意味着 可能7.1之后 7.2 7.3 都可能会是我们会见到的一个局 可能今年内 还是有点有团战 大家知道 央行的操盘水平 要比证监会高几条街 所以我们对汇类 还是有一个顶 就是整体来说 这个汇率 其实我们是可以贬的 汇率贬对什么好 对出口好 我们出口比较弱 其实我们是可以贬 但谁不同意 美国是不会同意的 美国现在逆差已经非常大了 你要是贬 他肯定是不高兴的 所以这点来讲 不是我们一先情愿 就市场有一个资金 觉得人民币要贬 经济不好 他要去持有美金 那美元也不愿意干 所以这个汇率 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我倒觉得 对汇类来讲 真的可能在这个点位上 7.15 14然后18 可能真的是出了 碰一下顶 然后他就要回来 人民币其实他还是要强势干预的 所以这点来讲 我觉得整体就是 他一定会有脉冲式的影响 就像港股一样 他也会脉冲式的影响 我们这种情绪的一个计划 但他还是会回归到正常 所以对汇率来讲 我们倒是 我觉得今年 其实7.1到今年年终 就是年尾的 7.1以内 我们都觉得 还是有机会收回来的 那我们最后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美联储议息的问题了 那么现在大家觉得说 解析没这么快 就是在于这次 还要不要再进行 最后一次加息 您觉得在这个议息会议结果出来之后 市场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可能大家还是觉得 一如预期吧 就是对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 其实你会看到 美国的经济数据还是很强 就是说他的这个就业 但是他这个增速在变慢 这个就是说明 他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在收紧了 是 所以下半年我们看的 就是基本上还是没有变化 就是下半年一直高息 它不降息 就是维持在这个高息 然后把整个这个通胀的压力 慢慢舒缓起来 因为通胀是什么 它是一个同比的数据 就是说我们今年一高技术 明年跨到明年之后 它就已经在一个非常高的技术 它再长这么高 概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等这个数据下降 比如说到了4啊 到了3啊 这个水平之后 可能对他来讲还是一个 他就有借口 重新翻开我的货币政策 所以今天来讲 我觉得看看他这个表态吧 他觉得经济没问题 那可能真的是市场也会接受的 明白 好的 那我们第一节节目时间到这边的也差不多了 接下来先进行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 再继续回来肯养总量了